Hello YouTube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0年的5月25日 我现在是在纽约 将联合国大厦前面 这位女士呢 大家可能在网上可以看到 是比较知名的一位火焰女士 她是一个上罚到联合国来的第一位女性 应该算是坚持不断的承认在这边上罚 然后呢我就说想跟这个想起的火焰女士介绍一下 就说在这边的上罚的这段时间的情况 我是从那个4月5号开始在这里就说抗议的 然后4月5号这天呢 我把我写给他基本的信交进去 但是最近没有收到很多回应 那么没有关系 也许她比较忙 她的全世界各种重要的事情很多 她没有不共来关心我觉得是什么 那我就每天站在联合国务口 用我的行动来告诉诗人 因为这里有全世界的工作人员 和有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那么让他们知道 上海市部会背后所发展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我经历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不单单是一个拆迁纠纷的问题 而是就是说上海市政府 利用手中的公权力 利用国家积极来增压 就是我们这些被迫 牵出家园的维权的公民 所以说呢我就是想要世界人 所有的市人知道 上海市部会不单单是那些光鲜亮丽的表面 那背后还有就是上海老百姓的苦难 那么就是说在这里呢就是说 为什么选择就是到联合国来上访呢 就是说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就是上海市政府官员 给我写了就是那张路条 他说你可以到联合国去上访 意思就是说你的事情太大了 没有人能解决联合国能解决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 联合国参与并且支持上海市国会 那么在上海市国会的园区呢就是 就是联合国的展馆呢就是说 是上海市政府免费建造免费 就是提供联合国使用的 那么联合国享用了这份免费的午餐 那么它对背后这些侵犯人权的事情 应该予以关注 那么它如果是违背了它的就是联合国的宗旨 它应该又有予以就是说谴责或者支持 那么这就是我想用的行动 除了有打开的目标 就是达到的目的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到纽约来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朋友都支持我的帮助了 那么除了你说现在一定有大量的媒体在报道 像那个就是说美联社呀 美国之音呀 就是说自由亚洲呀 还有就是说世界日报呀 有很多很多的媒体 就是说已经报道过我的事情 那么在昨天呢有一个就是说 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一个记者 到这来跟我说 他们报道了我的事情 我倒还不知道 那么昨天他写了邮件给我 我晚上去看了之后呢 是他们网线上有我的就是新闻跟出来 所以说我相信 我在这里看了就是说 也可以说是取到了一些效果 就是说现在 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 开始关注我的 在这联合国抗议的行动 但是有的现在 这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 像包括今天我得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中国这个政府 上台也发布了一些这个信息 就是说要严惩这个 在裁券过程当中 就是说这个老百姓 给老百姓造成伤害的这些事情 但是你认为如果说说 一旦这些严惩这些政府官员 就是说你希望他们说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 如果说昨天你看见了这个 整个以前这个 到联合国这个 这个桥子的这个这个官员 你面对他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和精彩对待呢 那么我就因为我的诉求 我到联合国家上法的诉求 是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我们就是的拆迁 能够得到合法合理的补偿 那么我的要求就是 请上海的官员 尊重并且遵守国家法律 给予我们合法合理的补偿 所以说如果他们触犯了国家法 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 就是相应的支持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的 会不会很多就是我们说的 你的身上也大实话 就是说很多这个官员啊 或者就说中国比较的事情 想看他比如说 你一旦这个四位国后 或者说我们这个 非权的人是国四位国后 对他们的人生啊 对他们的这个 和服务情理的这个 利益 得到更大的伤害 我想就是说 因为他们有权利 他们才会做这些 就是说你有权利来 做手段达到目的 像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 我没有任何公平的权利 我只要求公平的权利 我只要求公平的权利 当我我觉得我得到公平的权利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正在客户做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只要得到 我 就该得到的 我想有公平的权利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不会 一旦你有这个 有力量 或者有power的时候 你不会去跟他们 这个过程的起点 当然不会 那否则的话 我不是跟他们一样了吗 对不对 他们利用特权来就是 来自 镇压我们 来就是 迫害我们 而我就是说 如果我有权利 我反过来来报复的话 那我就是 就是说 跟他们一样了吗 但是现在呢 就是很多 就是国内的官员 就是说 通过我的接触 他们可能也有一种 是不由己 还是属于这种 大环境的那种影响 你认为他们如果说 你有机会了 说今天我是 如果是站在这里 比如说 我是这个 曾经对你有这个 产生这种迫害 侵害你利益的官员 你会对他们讲什么 这个 这个 一个很复杂 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 就说得很清楚 是 我示范一下 今天也不用说 好好想一想 因为我相信 就是说 你对你的 你确是见到的成效 然后包括这个 鄧府吧 或者你也知道 这个病也是很大的 这种架构 也不可能针对你 或者你具体的做这些事情 但是 政府绝对在做这个事情 那现在我们 可能超前一点 就问一问 就是说 希望 能代表很多人的理 当然 我们每天 不管多民主也好 或者你们的第一 得到的解决也好 我们怎样 第一性的面对 现在曾经的 就是说 被移民造成的伤害 我就希望 今天你病的时候可以 我希望你 下来也好好想一想 然后试一下 慢慢多通也好 我认为这个 才是一个 尝试久安 真正解决我们 所有一切 你也说 无论能够内服保证也好 有这种方法 怎么把这种心态 大家也不想看 以后的事情 我相信你的事情 您理解 因为我所经历的事情 不是某一个个人造成 而是一个团体造成 一个上海市政府 一个整个的团体造成 所以说 可能我不可能 就是把我的具体的矛盾 针对到某一个个人身上去 这个我也做不到 做不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 就是我的事情得到合理的解决 那么也就是解决了 我的事情从此结束了 我这我的就是说 为我的利益的呼喊 我已经就是结束了 那么就是说 我不是代表某些人 我只是一个缩影 我有就是说 他们说下去 我比较lucky 比较幸运 我来到了联合我们 在中国做 就是我为自己权利 就是抗争的事情 那么我背后 投射了一个巨大的群体 因为在中国国内 有很多很多就是 因拆遷而受迫害的 就是一些民众 而他们没有机会 来发出他的声音 那么我发出的这个声音 可能就是希望 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 除了关注我 也关注他们 能够帮助到他们 就是我所希望的 我也啊 其实我想想 我刚才说 你能不能正面 就是像我以前给你 单独拍视频的时候 看看大家看看你 如果观众朋友 如果你说 可以看到的话 你可以回复以前 图验第一次 我在那个 大年的春节的时候 那个 深夜的时候 拍图验的这种视频 然后今天大家也可以 看一下图验的这种 神色和气色 完全是让我客人感觉 因为我是一直是个 拍摄者观察者 完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 这种面貌 而刚出来的时候 跟我们很多这个 在国内受到迫害 受到委屈的 这所有的三方的法民 都是一样的 有很大的冤屈 包括我的家乡 成都 就是说因为这个 拆迁 自焚了唐福真 这些事情 大家都是一种 很深很深的 这种 郁闷的东西在里面 今天你看胡远 通过在这个联合国 这个不断的抗争 不断的诉求 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他个人的气色 个人的心境 我看完全是得到了 这种改善 而且神色也非常好 让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跟胡远 来跟大家访问 也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观众 还有更多将来 或者现在 将来或者未来 看到这些视频的 这些朋友们 有一种这种理性的 这种态度 想到更多未来的事情 把大家 前提是大家的 心态调整好 然后我希望胡远 继续回下去 有更好的心态 然后把自己 目标达成 然后早会跟这个 女儿啊 亲人啊 团聚 谢谢你 一定成功 相信你一定成功 你的行为真的是感动 对啊 谢谢 谢谢